我给大家提出的这几个思考问题呢 我在这里头并不会进行具体的讲解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综合之前converse的教程 来尝试着完成 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效果 如果没有实现出来呢 并不影响对后续课程的理解 当然了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 能够分享自己的代码 或者在论坛里进行多交流 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那么现在我们在点击show之后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动画 但是每一次点击reset 这个剪辑区间 显示的这一小部分清晰的图片呢 是直接显示出来的 大家试一试 能不能给reset也加一个动画 让这个清晰的图片 也是根据一个动画一点一点的展开 直到半径是50这么一个大小 第二个问题 现在我们这个剪辑区间呢 是一个圆形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能不能改变这个剪辑区域的形状 比如说让它变成一个五角星形 更复杂的能不能变成一个星形 雪花形 或者是大家喜欢的其他的不规则的图形 那么当我们使用圆形 作为剪辑区间的时候 当我们点击show的时候 这个图案直接展开 圆形没有方向 所以我们只需要改变半径就好了 但是如果大家实现了这是一个五角星形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让这个五角星形直接展开 但是更加绚丽一点的 我们能不能让这个五角星一边旋转 一边展开 最终显示整个清晰的图像 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想到的相对复杂一些的展开整个清晰图像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自己开动脑筋 想象更复杂的动画效果来展开整个图像 比如说像百叶窗一样的翻开 一格一格的翻开 等等等等 在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力 创建出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动画效果 最后提出一个更有难度的思考问题 我在之前的converse课程中也讲解了如何使converse和鼠标或者是触屏进行一个交互的操作 那么大家能不能使用剪辑区域 制造一个像呱呱卡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随着我们鼠标按住在converse图片上这样的涂抹 一点一点的展开 原本是模糊的图片 这个思考题相对难度最大 需要综合之前学习的很多知识 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试试看 不管怎么样 大家现在听到这里 也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绚丽的红包照片的程序了 大家都非常的棒 下面我们进一步的让它能够适应移动端的屏幕尺寸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